当地时间10月19号上午,阿根廷·布伊诺斯·埃里斯·萨免托成铁列车发生拖轨事故,造成100多人受伤。 当地媒体当天公布了事发时的监控录像,监控录像从不同角度记录了事发时的情况。 在萨免托成铁线上运行的一列列车在进入第11区车站时,失控撞入缓冲护栏。 布伊诺斯·埃里斯及父亲 布伊诺斯·埃里斯·兼斯·宥前